天氣真的越來越熱了 很多人都會覺得時不時燥熱 這個時候藉由很多的飲食飲品 都可以讓你有消暑的感覺 到底哪些食材能夠幫助你呢 今天我們就請到林秋香老師 讓他來告訴我們食材的特性 以及做哪些料理 江老師 是 天氣如果太熱 吃哪些東西可以讓我們消暑 像夏天就是瓜類 瓜類 對 冬吃蘿蔔 夏吃瓜 夏吃薑 像嫩薑 對 嫩薑也是 夏吃薑是要嫩薑 對 然後夏天就是瓜類也是 十一瓜 對不對 各種不同的瓜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個冬吃蘿蔔 夏吃薑 是因為大家會把薑 就是只有歸納在冬天 然後蘿蔔就是想說這個也是 也是退火應該要夏天吃 是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平衡在體內的那個 因為吃太多補的東西 是 所以就要吃一些蘿蔔 這樣子 像苦瓜它就可以降薪火 是 苦瓜可以降薪火 對 它可以降薪火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個苦瓜鹼 它又有一些平衡血糖 是 所以如果說你是會睡不著的人 你就可以吃苦瓜 真的喔 對 它對於睡眠不好也有幫助 因為它就是降薪火 睡眠不好就是薪火過旺 再來就是乾火過旺 是 那如果乾火過旺 我會建議就是綠色的吃的 因為它會降乾火比較 綠色的比較苦 對 比較苦 那它有一種就是沖繩苦瓜 那個也很好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小個人那個 珊瑚瓜 對 我本來 是 我本來要帶那個來 可是昨天市場買不到 所以就是 今天早上一早又去看 沒有 所以我就只能用這一種 但是這一種其實也滿苦的 我覺得它不會比那個 不會比山苦瓜不苦 OK 好 像這樣子的苦瓜 苦不苦 其實不是取決於外面的肉 對 它是取決於裡面的紫囊膜 對 如果不想吃那麼苦 你就拿一個湯匙 把裡面烤烤烤 有沒有 像這樣子都已經看不到白的部分了 對 它的苦味相對就降低了很多 是啊 我怕我們現在年輕人 都吃不了苦 所以就刮乾淨一點 吃不了苦都是別的棚的 我們這個棚的人都吃苦的 對啊 對 像食材呢 我今天是用雞 那你平常你可以不用苦瓜雞湯 你就是直接用排骨也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加蛤蜊也可以 是 都可以 其實像這樣子的雞肉 主要是說 希望在這一道料理當中 增加一些動物性的蛋白質 對 所以不管是雞肉 排骨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一般在煮這個 就是你把它想像就是 苦瓜雞 或者是排骨的苦瓜 或者是加了鹹鳳梨 都很對味 但是我發現就是加了調瓜 也非常對味 是 你是說我們一般在外面 就可以買到這樣子罐裝 這樣子的那種調瓜 對啊 那一般你看我們都是那個調瓜 它有一些那種醃漬的風味 對 像這個東西一般來講 可能是吃麥 對 用的機會比較多 對 但是把它拉到湯裡面去 也很合 是 那我們如果說 你整罐倒下去湯裡面 你的這個湯 就不是清澈的顏色 所以我在家裡 我如果說 我希望它的湯 是一個顏色比較輕 我這個醬汁 我就留起來 做過了 把它拌到那個絞肉當中 直接去蒸肉餅 對不對 OK 好 我們來整理一次試試 這個就是我們水果 把雞肉稍微的 用熱水稍微淋一下 因為洗雞肉 千萬不要在家裡的冷水洗 也不要去污染到你的水槽 因為雞肉其實是有一些菌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你是一個 弄在一個漏勺裡面 然後滾水把它沖下去洗 這樣子燙一下就好 用這樣子的方法 會比較來得方便一點 是 然後我就會用一些 多一點的這個 蒜頭 那你要用那個黑蒜也可以 對 蒜頭可以強化我們的一個 免疫力 對 還有就是一個抗病毒 苦瓜很苦對不對 那加甘草 就可以平成它的苦味 再來呢 甘草就是調和白藥 它也是一個解毒的 所以古代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甘草 用甘草水 綠豆甘草水就解毒 對 有一些那個配音員的朋友 他們呢 包包裡面就會放著甘草片 他們如果需要用很多聲音的時候 他們拿甘草片 當成是含在嘴巴這邊 對 有一點點乾的味道 對 既然有這個甘草 還可以讓嗓子裡面 有一點點沙沙菌 消消毒 消炎 所以喔 甘草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好 最好 好 把它放進來 雞肉也放進來 OK 好 是 老師你的雞肉已經汆燙過 對不對 就是淋一下熱水 我們藉由燒熱的熱水 把它稍微淋一下 而不是用這個清水 不是用清水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需要 放到那個鍋子裡面 去什麼汆燙 然後呢 燙到什麼什麼程度 然後呢再拿出來 料理起來會變得比較方便一點 是 有些時候你汆燙過頭的話 你那個鮮味也都不見了 對不對 是 沒錯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就是 把這個苦瓜 稍微切一下 對 那因為雞肉只要熟了 你就是煮太久的時候 其實雞肉也沒那麼好吃 它剛開始煮到熟 是嫩的 對 但是煮到軟爛 中間這一段 如果沒有控制好 沒有熬過去 它又是很難吃的 對 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 水滾了以後 大概就是15分鐘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苦瓜就是把它 是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 一口一個不用再切那邊咬 你如果需要煮的時間長 你可能切得大塊一點 對 這樣它比較不容易那個形變掉 對 如果煮的時間短 你可以切成一口一個這樣子的大小 是 像我們如果是那種 砍菜滷火鍋的時候 像我就會這樣子 很久可以拌 然後就是整條整條 整條這樣 因為你要滷比較久 然後你可以晃涼的吃 沒錯 好 我先把這個先晃進去 好 兩個苦瓜都放進去 好 然後再晃 苦瓜根本不用來計算它的時間 對不對 它可以跟雞肉同時下 是 完膩後雞肉大概煮12到15分鐘 對 對不對 雞好 苦瓜也好 苦瓜也好 對 好 那我先加酒 我們再來換瓜 酒 先加米酒 對 我酒在這裡 米酒放進來 是 然後這個時候來放條瓜 好 你是要把它拿出來 夾出來對不對 是 因為如果說你要它的顏色好看 我們就拿出來 因為我們畢竟是錄影 錄影你等一下要拍成品 如果說顏色沒有襯托出來 人家說秋香老師 你如果要清湯 煮的東西又好醜 就只要加條瓜 對 如果你希望湯頭裡面 帶一點點琥珀色 對 你就加整個湯 是 沒錯 好 我們先拿過來 所以這樣子的條瓜 它需要剪 需要切嗎 不要 所以它的味道直接就出來了 是 不需要像是平常別的東西一樣 把它拍一拍 切一切 讓它的味道更 不用 不用 因為你煮十幾分鐘 這一些都是很嫩的瓜 那你煮十幾分鐘 這個瓜其實就是已經 味道都出來了 對 這個瓜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是 對 整個把它放下來 OK 好 整個樣加下去 那如果你要這個湯 要進去比較濃郁的話 等一下再加 所以等一下再加的時候 我們的苦瓜 就不會那麼上色 所以等一下湯有琥珀色 可是苦瓜還是 就比較白的顏色 OK 好 水滾之後 改成小火 是 12到15分鐘 是 湯放到旁邊慢慢煮 我們來做下一道菜 第二道我們要做什麼菜 第二道就是一個 也是清熱消暑解毒的 這個就是吃好吃的 就是 蝦仁吃好吃的 補充蛋白質 這個都是清熱的 真的嗎 這些都是清熱的 蝦奇也清熱 蝦奇是非常非常清熱 而且是清你的肺 呼吸道的熱 因為它白色 白色的入肺 對 另外蝦奇就是 如果說你有節食的人 其實蝦奇也很好 因為它也是一個利尿 那蘆筍也是一樣 那現在就是蘆筍的盛產期 那像洋蔥 它有一個 洋蔥的一個苦皮素 然後它就是一個抗氧化的一個 可以讓你維持一個 好體力的一個食材 那我們這裡面就是 你光吃清菜你會覺得說 我對你們不好 所以就加了蝦 而且是比較大一點的蝦 好 來 切一切 那蘆筍呢 今天這個蘆筍呢 我剛剛還留了一個葉子 給把它丟了 這是我自己早上自己削的 市場上有削好的 然後我就去買一個西瓜 西瓜紅色部分吃完了 西瓜皮就把它切小塊一點 跟這個蘆筍皮 一起去煮那個水 那就是一個消暑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 因為你留很多汗 你補充水分 你一次沒有辦法灌那麼多 可是我喝了一些西瓜水的話 它就非常棒的一個 把暑氣就會消掉 然後又可以 預防你流太多汗 吃太少水 一個尿到花眼 OK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 你要讓它風味很棒很棒的話 就是買什麼 買一顆鳳梨 那鳳梨回來用刷子 你該不會是把鳳梨皮也一起下去煮 當然 所以蘆筍皮 西瓜皮 鳳梨皮 對 煮一個山皮湯 是 其實我有些時候就是 我會喜歡吃甘蔗 那甘蔗的時候那個結的部分 我會把它剁進去 甘蔗結 是 那因為呢 我們自己削這個馬蹄不好削 所以我不太建議你們自己削 因為常常有的人會跟我講 削到那個 手指頭 所以其實如果連這個就是一個五皮銀 那你就最起碼有四皮了 對不對 因為甘蔗不是甘蔗皮 是甘蔗結 結 那你加了鳳梨以後 你那個風味會很棒 會非常的棒 是 我們那邊賣鳳梨的 他跟我講說 它鳳梨就是 固定有人去收鳳梨皮 你知道做什麼用嗎 它就煮一個鳳梨水 這個不是不好的 這我覺得它非常值得鼓勵 它是一個養生的東西 對 非常值得鼓勵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食材在利用 是 那再來就是它對人體有幫助 你為什麼不要 沒錯 好 來 那我現在就是蘆筍就切 斜切就好 好 那順便教我一下洗蘆筍 那蘆筍呢 這個冒出頭的地方都是在這邊 對 這邊是碎 是 對不對 它有很多那個花碎 一包一包一包 這樣全部包在一起 對 那如果說你要噴農藥 或者殺蟲劑 不管你要噴什麼東西 都會在上面會比較多 然後它從這樣長上來的時候 也是它會附著比較多的那個 所以我們在洗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水多一點 然後像打蛋器這樣打 把它洗 對 用力的這樣打 就像那個花椰菜 我也是這樣把它打 你就可以把上面洗得很乾淨 就這樣子 我切的方法跟人家不一樣 有的都會把這邊留特長對不對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我們有問到一些 就是種蘆筍的 他們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會附著比較多 對 那所以我去外面的時候我都會 這個地方我都不吃 真的啊 別人還特別挑它對不對 對 所以你講得對 所以後來我自己洗的時候 那我也是想說就是如果說我切小塊一點 沒有吃的話丟掉也 也不覺得浪費 對 那還有一陣子我就把它全部扒光光 扒 扒凸掉 對 把它 對 就這樣去炒 就你會害怕嘛 會擔心嘛 是 對 我先來醃蝦才對 好 給我一點酒 鹽巴 鹽巴 跟胡椒 胡椒粉 這樣子抓一抓 對 要抓 就OK了嘛 要抓一下 對 抓一下 抓一下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蛋清抓進來 先把味道抓進去 對 再把 再加蛋清 對 蛋清太多了 蛋清太多的話也會太水 大概是四分之一個蛋清就夠了 那我們如果說你買回來的蝦仁 就是不是你自己剝的話 我會希望你在家裡就是沖一下水 蝦仁 買回來的時候自己先沖一下水 因為萬一 萬一它有泡一些藥水的話 是 就是這樣給它抓到 你看有一點點痕癡有沒有 就是把剛才加進去的蛋白都把它吃進去 是 對不對 是 好 這個時候你要加粉再來加 加的是什麼粉 這個薏米粉還是太白粉其實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樣子 你在炒的時候它可能會沾黏 如果說你在家裡你很怕會沾黏的時候 你在這邊 你醃好了你要加 包括肉類都一樣 要加油就在這邊加 這邊加一點油 對不對 它等一下不會黏在一起 反正入鍋也是要油 有直接在這邊 是 讓油先在蝦的外表 是 新層層油膜 是 那我那個蝦有開背 是 就是去沙場 開個背 對不對 到時候要變成一個比較漂亮的蝦球 對不對 是 好 馬蹄都把它切成片 對不對 蒜頭 好 就是把它拍碎 略切一下 是 好 準洋蔥 是 洋蔥就跟蘆筍切一樣大 好 好 先決定它的長度 對不對 對 再來決定它的寬度 是 好囉 可以起鍋了 好 熱好了鍋子 加一點點油 是 好 我會先炒大蒜 下蒜末 洋蔥 好 這是爆香最先下鍋的幾種材料 是 好 那我現在把洋蔥放旁邊 旁邊爆到 聞到香氣了 我們就把那個洋蔥蒜末撥到一邊 留下來一半呢 我們就把剛才已經 煎好的家人 都把它放進去 是 我們也希望表面能夠產生一些 恰恰的效果 增加香氣跟味道 是 因為一般你在館子裡面吃 它這個一定是過油 對 因為過油 它燒一鍋油 然後走一下 對不對 又漂亮又快速 可是我們家庭主婦 我過了這個油 那 怎麼辦 對 因為你炸過海鮮的油 其實比較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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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炸肉還好 炸肉的你拿來炒那個炒菜還可以 炒飯還可以 我們把它每一個就翻面一下 好 相信大家透過鏡頭看到每一個蝦人 翻過來以後 那個蝦身上頭有這樣子 恰恰的那種感覺 即使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一眼能夠聞得到那個香氣 是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那個蝦 就是要將一點粉 因為它這個 就會恰恰的時間會比較快一點 那畢竟我們油是用很少 所以你必須要讓它有熟 是 讓它熟的話 就是稍微要有一點時間 那也有人會用水燙 那水燙的香氣就差一點 對 沒錯 那像如果說你用這種寬口的這個鍋子 其實你就可以很方便 好 那我現在就把洋蔥 OK 蝦子的兩面都上色了 我們現在就把洋蔥 蒜末跟蝦子 撥到一邊來 是 撥上來 好 那我現在馬蹄下來了 馬蹄又開始用另外一邊 是 馬蹄下來 我就必須要一點點水 一點水下來 那個蝦子的香味都出來了 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可以一點點水下來 那馬蹄下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可以 蘆筍也一起下來 是 好 好 那其實 我剛剛忘了拿鍋蓋 我先借用一下它的鍋蓋 OK 有玻璃鍋蓋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到裡面 沒錯 那像為什麼要善用鍋蓋 因為你善用你的鍋蓋 它的一個烹調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而且多餘的油煙跟那個氣 不會跑得到處都是 但是至少讓這個做飯的人 不會呼吸到受到影響 是 這種油煙我覺得傷害還好 我覺得是噴的那些 很多媽媽們就是因為油煙太大 所以你的琉璃台 你的抽油煙機都很黏 你會噴一些化學藥物 你在噴的時候又不會戴口罩 所以你就會藉由黏膜 眼睛或鼻腔 或者是嘴巴呼吸道進去 所以就會產生一些自愛的東西 反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家家都有口罩了對不對 希望家庭主婦在做家事的時候 也戴個口罩 是 你看是不是蓋起來 鍋蓋就變很漂亮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種效果 然後你看剛剛好有一點點水 那水也不會太多 你看就乾掉了 是… 來 調味 加一點點鹽 需要糖嗎 我會想要一點點 好的 幾粒的糖 真的幾粒喔 你看一下 有沒有 七粒 起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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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倒不完耶 是 夾子還Q彈的 對… 好啦 差不多 好 來… 第一盤 蘆筍蝦仁 大功告成 馬上回個頭來 看看我們的湯 能不能起鍋了 可以成了嗎 可以 好 你看 好 那現在顏色就是 該白的都還白的嗎 白的白 綠的綠 好 那如果你要加那個 瓜瓜的醬汁 現在加 好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加鹽巴 沒有 沒有喔 對 好 那為什麼沒有一起加呢 因為如果你要加這個醬汁 你就要在這邊先試它的鹹蛋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鹽巴加了 我後面的醬汁的鹹味 你可能就不清楚 了解 是 先加醬汁再調味 比較能夠抓得準 那個鹹蛋 對 一點點就夠了 真的喔 因為本身它那個醬汁是有味道的 對 一點點就夠 所以後面加是對的 而且它那個醬汁不只是只有鹹 還有乾 對 好 可以了 好 來 我相信這個湯喝起來一定很 很舒服的感覺 對 對 很爽口 對 然後你會發現裡面的那個調瓜 會被搶著要 是 完了以後 本來苦瓜是帶苦味 可是透過那個調瓜 以及調瓜的那個湯汁 就會讓 土味沒有顯得那麼地重 是啊 柔和很多 是 來… 湯也好了 一個湯 一個菜 保證你夏天非常地開心 一起上桌囉 喜歡今天的料理嗎 趕快掃描我們畫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臉書粉絲團 讓你有吃又有拿喔 先喝一口湯 先喝一口湯 這個湯很好喝喔 超級 真的 不是一般好喝 是超級好喝 對… 它那個調瓜的那個醬汁喔 不管是稀飯 不管是這個湯裡面 我覺得它那個本身那種乾的效果 對 乾的效果就出來了 而且就是說 它不是死鹹 對 那我們剛剛又在這裡面有加一些乾燥 因為我要讓它更降火 沒錯… 所以就是回甘的味道又會更強 是… 好 來 先吃一口白玉苦瓜 比較沒那麼苦 果然比較好 好 來 由淺入深 再吃一口我們綠苦瓜 那腦眼刮得太乾淨了 兩個味道 差不多 幾乎差不多了 然後吃吃看它那個調瓜 看看會不會把之前的苦給它補回來 那它的脆度都還在 那兩個白綠苦瓜都已經煮到軟軟的了 對 這個調瓜還有它的脆口感覺 是 很好吃 很好吃 調瓜很好吃 好 來 嘗嘗看我們的這個 乳筍 蝦仁 蝦仁煎到恰恰 吃起來 肯定那個味道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對 對不對 有的這個特殊那個風味在 對 就那個香氣 鍋氣 如果你沒有煎過 你燙水的話就不會那麼香 這個乳筍喔 它也嫩的 嫩啊 當時嘛 當時還有就是說 因為你要把它刮下來 你是要再利用的 所以你就會不會捨不得刮 是 反正你就把它刮深一點 它就不會老 然後再吃這個馬蹄 也是一個清熱的好食材 馬蹄醬炒也很好吃耶 醬炒比煮甜湯好吃 我覺得 甚至馬蹄下鍋的時間 再晚一點讓它更脆一點 也OK 也可以 好 當地的食材這些 對於你消暑解熱都大有幫助 不管是不是照著今天的食譜來做 或者是加到其他的料理當中 希望大家 今年夏天都能夠吃得非常開心 非常健康 謝謝老師 謝謝